最近的两周有何财经消息需要我们投资者朋友们格外注意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今天呢是3月5号星期五 讲到新闻消息 本周澳联储的利率决议并无心意可言 而与利率决议相比 澳联储在上周债券市场上的购债动作应该被视为更为强烈的讯息报道 那由于经济展望利好与通货膨胀预期的抬头 各国的债券是遭遇到了抛售 那债券的收益是出现了快速的走高 而因为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 美国国债是资本市场之上起到定价锚的作用 因此美国国债的走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说回澳联储上周的购债操作 其目的与用意已不能简单被视为继续宽松放水 面对攀升的债券收益 澳联储成为西方的主要的经济体当中 第一家通过直接购买债券而压低债券利率操作的央行 那因为疫情的冲击而致使大环境特殊而又敏感 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发资本市场之上的连锁反应 而显然在过去的10年当中因为低利率的关系 从而导致市场之上资金泛滥的大环境 那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 他们的债务也都是史无前例的 那讲过了这样的消息 谈过了这样的环境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朋友们而言 会有怎样有价值的信息与参考呢 那在我个人看来 澳联储率先扣享债势干预的板机之后 如果10年期美债的收益继续走高 那美联储直接出手 加大购债规模将会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美联储成员埃文斯近期的发言当中 其表态又是那么的没隆两可 那在做出他本人并没有考虑债势干预的发言之后 其确又讲说 如果有必要 美联储势必将会进行债势干预 埃文斯先生做的一个好人 说的一口好官话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欢迎认可跟喜欢我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ets Island 我们下期再见